我請教士聰你怎麼觀察台下有人看到郭台銘就喊爸爸 郭台銘有說嘛 他是目前正在重新創業 他上次在總製長這邊這樣講的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看郭台銘過去的這個經驗裡面來說 我覺得他是很有可能走到最後一刻他還是會放棄 為什麼因為他其實 我們講他其實就是個生意人 生意人其實是很看所謂的 這個他的這個最後的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會成功我當然願意堵住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玩一個很輕鬆的杠桿遊戲嘛 對不對他現在也沒有拿很多資源出來啊 對不對他目前為止是看似我有很多資源 但是其實我沒有拿什麼資源來對不對 我說有錢沒有粉比較少 但是柯文哲是有粉沒有錢 所以為什麼他們兩個會有一點點比較能夠結合起來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有一點在先天上面 就是你看那些人當然不論是從民進黨 民眾黨裡面的人或是很多人都是 當然希望說郭台銘上台啊 可以解決很多民生的問題 或是解決我們目前為止資金短缺的問題嘛 所以的確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從郭台銘的眼光裡面來說 他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他以前在併購人家的方法 就是說他會先找裡面的朋友 裡面的朋友是誰我會先拉攏那些人 然後拉攏那些人變成是我裡面的人的時候 到時候呢那裡面我真的要起來併購你的時候 那些就變成是我的內印 所以為什麼他會去拉館長這些人 我覺得那是有他的意義在那邊 再來就是怎樣 他會逐漸的收編一些小的勢力 像以前他為什麼能夠茁壯那麼大 他就是陸陸續續把一些比較二三線的廠商陸陸續續併購進來 變成他越來越大之後 再來他會用一招就是他會下單給你 下單給你說我這個單很大你要給我準備好 然後再來就是給你用財務上面來卡住你 讓你整個垮這個撐不下去之後來求助我 跟我說讓我收購我吧 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現在也是利用現在的方式 就我可能有很多資源可以給你啊 那你可以這個好好的拼一拼啊 但是你我還沒有下資源給你 等到我覺得有機會說或許我會併購你 或是等你來求我的時候 我會有更大的這個這個位置或是更大 我覺得這是他過去從商的方式 但是從商的方式 他會用這樣 用這一招來政治上面 當然我不知道 另外就是說他其實我覺得他其實有在 針對他的這個弱點在做一些說明 為什麼 譬如說這幾天就有很多人就問他說 這個資產 你很多資產在中國大陸啊對不對 他就說我沒有 我在中國大陸沒有資產 但是我必須講啦 他這個其實有點巧門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現在最大的財富都是在紅海公司本身嘛 他紅海的股票 那紅海的股票呢 大部分的工廠都在中國大陸 那他甚至紅海現在最值錢的FIH工業互聯 就在中國大陸 所以你要說啊我在中國大陸沒有資產 是沒有錯 但是因為你在中國大陸的資產 這個部分來說還是跟中國大陸是彼此相關 但是我覺得 從這些動作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已經在做一些拆彈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他是邊拆彈邊看邊看現在目前情勢的發展 那至於說他會不會走到最後一刻 我覺得我到目前為止 我不能夠肯定他會走到最後一刻 好我們稍後回來 bonaっちゃ 好 其實 好